850人 其實只是在選舉上溝探你 選舉基數 選民基數溝探你 但是你看到的整個政府高層 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 警務處長 以前派到北上 美其名叫大家觀摩交流 實際你不知道他們中間有什麼交流 由政界 商界 其實去到你見到大學 現在香港的大學 以前大學校長是海外聘請的 現在最高學府的那些 都是有一些大陸背景的人士 是一座校長 是學術界 其實是全方位的 我可以說 染紅這個情況是全方位 全方位在發生中 我們是不能回頭了 因為你一見到我們只是稍微抗爭 停了一個月左右 其實它已經大舉清算 甚至乎一些和理非 連儂牆的人 他們都拘捕的時候 你會知道 現在就算在航空界也都是清算 在銀行界 金融界 你都會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我們一放手 它就是一個大舉秋後算帳的開始 所以我們是不能放棄 我們是一直堅持下去 還好現在我們國際戰線 我們國際上都有一種壓力 施加給中共 所以壓回它 但是我們香港人一定要在裡面 我們要繼續持續這種抗爭 國際社會才可以繼續跟我們亂到一線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去抗爭的話 其實就很快會停了 所有事情 一停的話 它的政權是不會停手的 它的鎮壓是不會停手的 所以我們不能回頭 亦都不需要回頭 香港人其實已經在這半年裡面 我們已經建立到我們香港人一種共同意識 一種我們自己要當家作主 要主體的意識 其實我們沒有違反《基本法》 現在他們是強行屈我們 又說港獨又說那些東西的意識 根本這個就是本來《基本法》 承諾了給我們的 如果不是怎麽會是港人治港 高路自治和普選呢 就是香港人當家作主 他們經常說你們已經當家作主 回歸了之後 這是謊話來的 其實我們都沒有普選 很多香港人的問題 正正就是你還要不斷在上面 派一些人下來去管香港人的時候 那不是香港人當家作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已經在這半年裡面 香港人的意識我們已經建立了 我們一定要命運自主 我們要高度自治 我們一定要 就是 所以五大訴求裡面 為什麽要包含普選 是不是 我們這些信念已經是非常堅強的 其實我們是 亦都無需要回去 因為我們已經走出了 我們自己一個新的精神 香港人的精神 每一個政權的人都只懂 他只懂得看數 只看著一盤數 其實我告訴你 歷史上每一場抗爭 是因為前赴後繼 為什麽 因為後面的人 見到前面的人 你當犧牲也好 被捕 受傷 就是逃亡 其實後面的人就會去捕毀 因為我剛才所說 香港人的精神已經激發了出來 尤其是年輕的幾代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就是很明顯 是營救理大那一晚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很多和理非 都升級變成勇武 走到前線 因為他們知道 前線有很多手足在理大那邊被捕 所以你一直抗爭下去 其實和理非都會上前線 很多都會升級 很多都會繼續堅持抗爭 其實你越拉得多 就會越激勵更多人去參與這場抗爭 所以我覺得是不會停的 其實我覺得 從歷史任何一場抗爭 尤其是香港也是 香港這二十多年回歸的情況 其實根本是主要香港人 對中國的那個印象 或者態度 就是很主要取決於 中國怎樣對待香港人 當你其實對香港人 善待香港人的寬容的時候 其實香港人是沒有甚麼的 坦白說香港人 其實從來都是港豬 我們平時只是顧著吃喝玩樂 但是就是因為你從一開始已經用一種強硬的手段 正所謂止暴制亂這四個字 你一直壓迫香港人 香港人的反抗就會越大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我不明白為何中國的統治者 歷來的統治者都是不明白這些道理 壓迫越大反抗越大 你放鬆你的壓迫 其實香港人也很滿足我們的訴求 五大訴求 一定尤其是追究警暴 是一個重點來的 其中一個 所以 其實香港人 我們都不是想長期跟中國這樣對著幹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正正就是 你一點訴求你都不回應 叫做回應了一個 其餘的很重要的重點 這六個月來 警察的濫捕濫權 我們不可以當那些犧牲的受傷的人 是沒有發生過的 這樣如果是對整個社會的公義影響很大 大家不會再相信任何公義 因為犯了法的人不需要受理財 我們沒有說過一定要放生所有的抗爭人士 沒有說過這樣 但是只不過希望盡可能寬容地處理 但是就真的要嚴懲警暴 因為知法犯法最佳一凳 這是關乎公義的東西 公義的概念 如果你不去做這件事 其實很難回復市民對於 不要說警隊 是對於整個司法體系公義的信心 我們只是要求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中共是怎樣 無限上綱上線 將我們升格到港獨的層次 其實你是想怎樣 你是不想抗爭停下去 是你政權現在不想停 想藉著這種鎮壓 去繼續對你自己中國內部的維穩 可能是這樣 是有利於它自己內部人民的維穩 去團結他自己的大陸人 這班香港的暴徒 全部都是他們的說法 英美走狗 全部都是港獨暴徒 這樣就可以強化了他們自己對內的那種謊言 我絕對同意 網上那些人的說法 真的只有兩個可能性 你警察自己拘捕自己人 而那個是蒙面的便衣的 甚麼委任證 甚麼都沒有 當然 你一個軍裝的防暴 拉著一個自己便衣的自己人的時候 唯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便衣蒙面的 他是做了一些非法的行為 現場的防暴就見到這樣的行為 但又不知道他是自己人 所以就拉著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這個防暴根本就是濫捕 看到你蒙面就立刻上前拉 沒有第三個可能性 如果用邏輯去想 而且都說出了現在香港有多亂的狀況 也都說出了其實是便衣混入群眾裡面 是的確有這個可能性 究竟他有沒有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我們說之前 消法院那些東西 你都永遠沒有辦法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襲擊商鋪那些東西 襲擊港鐵站 你都永遠很難排除 其實都有便衣混入去做的 你現在警察全部到處都是蒙面的 又沒有委任證的 個個就說自己是警察 拿著衣服警棍就說自己是警察 隨便按下別人 隨便拉的時候 其實警察和拆置之間 還有幾大分別呢 是嗎 其實就是 但反過來說 你簽了人權法 或者是拘選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抗爭活動 尤其是李大那一役之後 其實都停了一停 其實大家都要休息一休息 前前的意思都是說要休息一休息 那你可能見到那個女生就好像 那幾個星期已經寬鬆了 但是現在當我們再上街去抗爭 那他就再一次呈現面目出來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放鬆 就是很簡單的 因為你一直走這種止暴制亂的政策 而前線警察做事 其實完全不需要人常的法律效果 就是政府是給膽你的 甚至北京都是的 全部給你綠燈去做的 他怎會放鬆呢 根本鎮壓已經是成為他主要的工作 主要的他維持權力的方法 以及維持額外收入的方法 O.D. 你想一下他怎會放鬆呢 他都不知道鎮壓得多開心 是不是 就是這個人不會停的 但是同樣的道理 抗爭者我們的五大訴求 一點都不會應的話 我們都是不會停的 那現在是一個死局 就是 這個是主要取決於政府他的什麼態度 跟香港人說 我覺得這場運動 其實我對香港人沒得輸 亦都是我們香港人見證得團結一致 我從來 其實我對香港人 都不是說真的很強烈 有一種認同感 因為我普遍香港人都是 但是現在 尤其是前線抗爭的年輕人 你給我 很強的一個 香港人的認同感 所以我們要堅持到抗爭 就是勝利 各位手足 抗爭見